在日本爸爸活究竟是什么活 问你个问题 如果给你3000元人民币 让你赔一位50岁的大叔 吃顿饭逛逛街 在外的所有费用由对方承担 甚至你表现好的话 还会额外的送你名牌服饰或者包包 你会愿意吗 A 愿意 B 不愿意 C 得加钱 D 顿角 大家可以尝试找到我们的弹幕中哦 近年来呀 在日本的社交软件上 经常会看到一个特别晃眼的词 叫做爸爸活 爸爸活这个词啊 在日语中是指 从事某种活动的意思 比如学校的社团叫不活 不活 毕业生找工作叫做旧活 相亲找对象呢 叫做婚活 那爸爸活 是这爸爸们之间 吹吹牛逼打打牌之类的聚会活动吗 还是类似于爸爸去哪儿 这样的亲子活动呢 其实都不是 爸爸活有点类似于 中国的找干爹 日本一些年轻的女孩子 会陪干爹一起吃饭 看电影逛街 给对方一种好像在谈恋爱的感觉 以此来满足对方精神方面的需求 来获取零花钱 并且是不违法的 不过呢 有三个条件 第一 必须成年 第二 未婚 第三 不可以发生人类繁衍行为 打咪 一般一天可以得到 三千到六千人民币不得 如果你是长得很漂亮的话 那这个价格就没上线了 那日本的妹子都是怎么样找到爸爸活的呢 首先高端一点的会有专门的官网 会通过广告投放或者招聘网站来招募男女会员 通过身份认证和很高的准入门槛 让年轻漂亮的女孩更安全地找到干爹 让上流多金的男士更轻松地挑选玩伴 女生呢 需要通过严格的面试 再由专人拍摄照片 编写资料 按照资荣年龄等条件 分档次挂在网站上 听起来是很像淘宝 对 这是仅供男性会员逛的淘宝 女会员看不到男会员的资料 也看不到男会员对自己的评分评价 只能被动地等待 在收到男会员发来的邀请后 可以选择赴约或者不赴约 两眼一抹黑 就跟陌生人约会感觉怕怕的 但是不用担心 日本人凡是讲流程按套路 特别是会员网站 已经提前调查好男方的背景 男性会员呢 一般是中小企业的经营者 外企高管 医生 律师 总之非富即贵 初次见面呢 男方会在豪华酒店的餐厅定位吃饭 当然呢 有一些日本女生看对方条件不错 为了得到更多的领用钱 会使用一些比较隐晦的专有词 来暗示 可以发生一些更深入的交易 所以呢 有时男会员也会提前订好酒店房间 问女生要不要跟自己上楼之类的 当然 这个是不合法的 另一种就是自由度更高 通过APP来找爸爸活的了 像这些呢 就是2022年最新最受欢迎的爸爸活APP 其实比较类似于我们中国的某些 陌生人交友软件 一般是女生会像发微博一样 上传自己的年龄 身高 体重 照片等信息 再附上条件 比如期待薪资 希望约会地区地点等等 看上了的爸爸呢 就会发私信 不过呢 通过这种APP找干爹的形式 遇到骗子或者低质量男性的概率 就比较高了 这个呢 就是某网站统计的 爸爸活的用户画像占比 可以看到呢 其中80%的爸爸 都是希望可以马上发生 人类繁衍行为的老色批 要么就是抠门 甚至会突然生气贬低女性 19%的爸爸是懂规矩 并且温柔绅士的 并且呢 每次还会给额外的零花钱 而被称为奇迹爸爸 就占比仅为1%了 除了绅士 温柔以外 还出手非常阔绰 甚至会一次就给1个月的零花钱 希望可以长期见面 可以看出啊 虽然明面上说 爸爸活是不发生 人类繁衍行为的约会方式 但绝大部分的男性 还是会有坏坏的想法的 但即使是这样 在日本 爸爸活似乎也并不是什么 难以启齿的事情 甚至还被美化成电影来拍 像爸爸活这个电影 讲述的并不是 花鸡少女 意识足成千古恨 而是女主 通过爸爸活找到真爱 虽然对方已经 年过半百 中年丧女的大学教授 但双方是 忘年之交 是日系唯美的真爱了 咱就是说 整整无语出了你个大动作 说一什么 说一说 小刀拉屁股 咱就说开了眼了 家人们 很多爸爸活的女生都觉得 我只是陪对方吃吃饭 逛逛街 获取一些零花钱而已 跟原交完全信息不同 没什么好羞愧的 所以在YouTube 也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博主 分享自己做爸爸活的经验 战利品 我怎么说呢 只能说这样三观不正的视频 恐怕在中国分分钟就被下架了 当然呢 除了爸爸活 又妈妈活 顾面思义呢 就是找干妈了 一些家庭主妇 丈夫常年出差 就会通过妈妈活 来和年轻的男大学生约会 释放自己 无处安放的经历 不过 妈妈活似乎比爸爸活更危险 更容易遇到类似仙人跳的情况 你和你干妈 吃完饭回酒店 你正打算兢兢业业的 把剩下的工作做完的时候 突然 窜出来一帮子黑社会猛男 一个自称是你干妈老公的人 就对你说 个人觉得还是挺危险的 所以 演艺座的这个视频 给大家科普有这么个东西 以及可能存在的危险 尤其是在日本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抱着好奇的心态去尝试 小心被嘎了腰子 还帮没人数钱 好了 那今天内容到这里结束了